俄羅斯使用一個伊朗基地在敘利亞發動空襲 令美國以及在該地區的盟友震驚 但空襲時機可能更多是出於對敘利亞政權傳統擔憂 而不是因為莫斯科和德克蘭有必要發出任何信息 俄羅斯和伊朗對反叛力量最近在阿拉伯市發動的進攻越來越感到擔憂 雖然最近幾個星期戰鬥非常激烈 反叛力量在南部及東部打擊政府軍的戰鬥當中取得到進展 一位不願意透露聲明的美國反恐官員表示 各方都希望奪得該作戰空間的優勢 俄羅斯國防部在星期二表示 俄軍陶22M-3遠程轟炸機和SU-34攻擊機從伊朗哈馬丹空軍基地起飛 攻擊了他所說的敘利亞境內阿拉伯省 代爾祖爾省也是伊德利布省的伊斯蘭各恐怖組織 以及與基地組織有關的魯斯拉陣線的目標 俄羅斯的空襲似乎只是恢復支持效忠敘利亞總統阿薩德部隊行動的一部分 美國一名情報官員說 伊朗繼續為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援 並且支持壓制阿拉伯反對派成員的努力 在這位置的空間裏攝影院組織